各位老师好 我们现在平板已经到位 AP也架设好 但是软体还没到 那我们先实行三周 三四周平板借用的方式 那你上学校网站在申申用平板 最下面就会有平板借用登记专区 然后这一边我放了六七八九 四个周的低中高年级使用平板登记 那怎么借用呢 是以班级为 以老师或导师或科任老师来借用 然后两节左右一个使用单位 那老师可以在每周五早上八点 登记下个礼拜要借用的一次 然后其他未分配的单位 等到中午十二点过后 如果没有人登记的话 可以让已经登记一次的 再登记第二次 那我们现在呢 教育处要求要让三十度平板都能够经过压力测试 让我们AP30部平板能够同时上线很流畅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整车借用 那每一天要送回电脑教室请要依照编号放好并插上电源线 但是如果下一班还要用的话 你电源线可以不插 只是放进去就好 那举例一二节是一个单位三四节一个单位五六节一个单位 最后一节不外借星期三下午没有 然后社团活动还有星期三的三四节也是不借用的 像这样子的方式 例如我是五年甲班 那我是在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五个班来借阅 像我是五甲 这一天我可以 我就在上面写上五甲 早上八点 是在星期五九月三十号的时候早上八点开始登记 下个礼拜呢 的三号到七号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可以使用 那早上的在早自修的时候来借用这样子 好借用这平板呢 如果超过中午十二点过后呢 你可以如果还有很多空位的话 你可以再去多登记一次 再多登记一次 那我现在只是简单的示范一下借用方式 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提醒老师 我在教学群组里面有把那hi teach hi teach的那个教师在直径修网的研习报名 有po在上面 欢迎各位老师去报名 你只要有参加就会有五十人份的一年授权 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跟其他老师公用笔电 你可以直接用装在你的电脑上面使用 那简单的说明到这样 我们前三四个礼拜先试着整车整车的借用方式 让AP能够做压力测试 让30步都能够同时上网 那请老师踊跃的借用 即使不上课也借用回去试看看 那记得最后一节像打扫时间就可以归还 早自修时间就可以先来拿回去 那我们就请各位在这个礼拜五早上八点就可以开始登记 那到中午12点如果还有很多空位没有登记 你也可以登记第二次 以上说明 谢谢各位老师